哈喽大家好,我是美亦,我生活在泰国清迈 那每次我们出口植物到国外的时候呢 我们都需要对那些植物进行预处理 主要就是消灭有可能在植物里面会有的那些虫子 或者是线虫,英文叫insect,对不对 那这个视频来讲讲我们最近在怎么处理这些线虫的问题 那我之前有说过我们是拿那个药水喷的 那现在我们改进了,改进改成了那个用那个浸泡的方式 就是在那个水里面按照一些比例 那这个比例也是,反正就是科学的比例嘛 不是我们自己发明的比例 然后那多少水,多少药水,然后呢配在一起 然后倒腾倒腾,然后再把这些东西泡在水里面十几秒 或者是15秒左右 然后来达到那个杀虫的效果 那当然了,这个东西在台湾呢叫什么 叫什么,这个字我也不认识,胡杀灭嘛 就是台湾的客人跟我说,就是台湾的话 那个杀虫是用这个产品杀的 然后呢泰国的话,当然有泰国的那些泰语的名字 我不大记得,反正是三个药水配在一起可以杀 我闻了一下那个味道还是挺不好闻的 所以我们工人在操作这东西的时候是要戴口罩 然后呢手上还要戴那种塑胶手套 防止那个怎么对自己的身体造成伤害 那至于如果你是在别的国家你要买到这个东西的话 我也不知道这东西在各个国家有可能要不一样 有可能你要去问自己的那个这种植物进出口的机关 然后来咨询一下他们推荐的那种,这个就叫做什么蛆虫的药水 这个是蛆虫药水的配方 什么都有什么石科啦,什么CC啦,这个按照这个配方搞的 因为我们邮寄到海外啊,要是查到一些线虫的话就比较麻烦 但是我们在种植的时候又没法避免 一共是三种配方的配方,就要在一起 好像还有一点不好闻的味道 因为这个药水有一点不刺鼻的味道,工人都要戴上口罩 然后呢还要戴上塑胶手套来去这个浸泡药水 拿个竹签搅拌一下 要把药效花费到极致,这次可不能再检查出线虫了 工人从别的地方拿了一块这个白色透明的塑料铺在地上 浸泡完的那个和那个陆角菊呢就铺在地上晾干 泰国反正是阳光非常充足的 是否有什么样的 是吗? 是,15分钟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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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能还 这里 是 这个是流水县,这不是我们这次要出口的路角角 每个路角角都有名牌挂着 然后两个工人在去椰子壳 我们不可能带着盆寄出口 所以他们正在去椰子壳 然后能工人在去掉椰子壳的 或者说是去掉大部分椰子壳的路角角 浸泡这个药水 这个是泰国的蛆虫药水配方 这三个我也搞不清楚叫什么 泰国人去问 泡过药水里面也不知道有没有床子 但是真的这些产品都有一股药水位 是我们要寄的几批货 都在这个铁夹子上面晾干了 想要你取得点几批货 就是几批货 盐馅的铁迪 这么多的小铁迹 来点几批货 铁备 盐匙 醬汁 酸味 糖 好 醬汁 清水 切除 植物的进出口的确是比较麻烦的一件事情 说真的 有很多客人 有我的很身边的朋友也好 反正就是很多人都觉得 我为什么要做这么一个生意 的确是做绝类的生意 的确也不是很赚钱 其次在泰国你也可以做更多 可以赚快钱赚更多钱的生意 但是那些所谓的生意 我觉得不够酷 真的做绝类这个生意还是挺酷的 就是这么一个小众的东西 然后靠一个YouTube频道 就可以卖到这么多个国家地区 真的很好玩 那我也很喜欢 我本身自己非常喜欢做视频这件事情 那你也想找美衣买植物的话呢 那直接就加我了 我有微信 那目前来说我们 几乎每周都会出货 然后呢 也卖到了好几个地方 像我们卖到了日本啊 台湾啊 美国啊 还有马来西亚 香港这些地方 那我也很希望能够把小红旗插到更多的国家 我觉得真的 我很想试试看卖到欧洲 但是有一个瑞士客人跟我说 好像欧洲进口植物很麻烦 但我觉得我很想试一试 但我目前还没有一个欧洲的客人 那还有一些国家我也没有涉猎 我真的很想把吃 看看我这个蕨类可以卖到多远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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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